轿车为停巷口 警方斗场看到驾驶在车内呼呼大睡 但吓人的是他腿上放了一把枪 注意安全不要太靠近 远景不敢大意立刻呼叫支援 但驾驶这时突然惊醒 油门一踩加速逃逸 远景跳上机车赶紧追车追人 哪有难度遇到五项 嫌犯卡在车阵中突然跳车逃逸 跑进小巷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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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西啊 警察说车子 他要把他撞进 他看到了 警察要把他抓到就 他就出来 远景把嫌犯带回汽车地点 直见他汽车之后 车辆滑行到对象 撞倒了店家的窩丝桶 车上有什么你现在自己讲 车上有什么你自己讲 赞包球 赞包球要跑 他为什么要跑原来大有问题 红星男子前科雷雷 二十二号中午接近一点 车辆围停被民众检举 那听到警方无限电声后 突然惊醒开车逃逸 一路开车逃往板桥南亚南路 沿途撞倒了两台机车 两辆汽车 最后汽车落跑 但人跑不过玻璃市 原来在车上分岁 突然见警察上前盘查 随即驾车 冲出逃逸 不止车上有瓦斯枪 警方还搜出有毒品吸食剂 以及少量的毒品 暗肥他命 红星男子开的轿车 悬挂的也是假车牌 被依法告发 逃窜时波及的四车 这下还在面临被害车主的求偿 Fansion上的笑子要送我到